习近平一厢情愿要百姓把中共看成是自家的党 据法广报道 在美国政界兴起中共不等于中国论述之际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继日前决不答应回应后 16日在湖南视察时强调 中国老百姓把共产党看成是自家的党 是老百姓的党 据中央社今天的报道称 巩固党国连接 习近平指百姓把中共看成自家的党 自川普政府升高美中对抗态势后 美国政界的对中论述开始区分中共与中国 被认为指导问题核心 也让北京高度警觉 该报道说 习近平3日在出席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 则以任何人任何势力 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 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一语做出回应 中央社引述新华社的报道就说 习近平16日前往湖南省考察调研 他在视察称州市如城县文明 沙州瑶族村一户农家时说 因为有老百姓支持 中共才有了光荣历程辉煌事业 农户家里的变化 共产党坚持为民本色 说到做到的道理 根据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随后走出农户 向在场的村民说 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有一条棉被 也可以分半条给老百姓 建党近百年不忘初心 老百姓把共产党看成是自家的党 是老百姓的党 据报道说 同一天习近平还前往 沉州市一所小学视察 其中包括一个正在上思想政治课的班级 他说红色基因要在学生们的身上得到体现 革命事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在今天的青少年一代手中实现 中共省部级落马大员贪污金额触目惊心 据联合早报报道 中共中亚党校园副校长李君如说 最近两年落马的一些省部级干部 贪污的财产金额触目惊心 让人无法想象 他呼吁中共干部在财产官问题上守住初心 据解放日报报道 李君如今天17日做主旨报告时 呼吁各级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隔除违背人民至上价值观的资产阶级 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财产观的概念 李君如说 之所以要把财产观问题提出来 是因为在研究权力观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那些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 谋的私 主要是财产 落马的不少干部问题大多发生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大肆贪污或受贿上 他说 特别是最近两年处理的一些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大案 他们贪污受贿的财产金额实在出目惊心 让人无法想象 李君如说 中共提倡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保持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不能把商品交换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一套搬到党内来 他强调 领导干部在财产关问题上要把握好三点 一是明白财产问题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 而不是为了自己 二是明白财产从哪里来 共产党人不是禁欲主义者 可以享有个人财产 但这些财产的来源都应该是正当的 三是财产用于何处 权力不能用来谋取私利 干部自己的财产也不能用来交换或谋取权利或私利 李君如呼吁 作为共产党人和党的领导干部 在财产关上不要忘记出心 守住出心 好 我们继续进行下面的报道 TikTok交易再生变数 北京也要参与审批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周三9月17号表示 他提出的让美国数据库公司甲骨文 成为TikTok技术合作伙伴的方案 不仅需要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 也需要得到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 中国媒体对此也做出了证实 位于上海的一家中国媒体观察者网周四的报道称 字节跳动向他表示 最终协议的签署 还需要依据法律 获得中国和美国相关部门的批准 字节跳动公司负责人日前曾经表示 中国政府没有对TikTok的出售计划进行任何干涉 也没有任何政府部门出面阻止 字节跳动公司出售TikTok的算法技术 现在中国态度的这一变化 给TikTok与甲骨文的这项交易增加了新的变数 白宫在上个周末收到了TikTok和甲骨文公司的合作方案 依据这个方案 字节跳动公司将成立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独立运营的新公司 负责TikTok的全球业务 在这个新的公司中 字节跳动将持有控股权 甲骨文公司将在这个新的实体中持有少数股权 并在TikTok的全球业务中持有股份 包括它的美国业务 另外 沃玛公司也可能成为新公司的投资方 为了消除美国政府对TikTok的用户数据安全性的担忧 甲骨文将作为一个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负责TikTok全部美国用户数据的储存和管理 彭博社周四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 根据协议条款 甲骨文将获得对TikTok原代码和更新的完全访问权限 以确保字节跳动没有使用后门 收集1亿美国用户的数据 但这个方案与川普上个月提出的要求 显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川普希望看到的是TikTok的出售方案 而不是一个合作方案 他要求字节跳动从TikTok撤资 切断这个短视频分享公司与中共之间可能的联系 并把TikTok全盘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 否则川普表示 美国将禁止TikTok在美国的业务 川普总统周三对字节跳动 将在TikTok美国业务中持有多数股权的安排 表示了异议 川普周三表示 如果情况是这样 我不会感到满意的 此外 川普也对TikTok继续保留其技术感到不满 他认为 没有包括技术出售的交易 是不可以接受的 新方案还引起了美国国会 6名共和党籍议员的强烈反对 他们敦促川普与否决 中国在上个月月底修改了出口控制条例 要求规定涉及的技术出口都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 TikTok的用户推荐算法技术也在限制名单之中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敦促美国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 他表示 TikTok在美国的这次交易 需要经过北京的批准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一表示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正在对TikTok和甲骨文的这个新方案进行审查 同时基于总统行政令的国家安全审查 也在进行当中 微信封杀令生效在即 司法部称不罚用户 据东网报道 美国司法部表示 微信用户不会因封杀令 面临民事或刑事惩罚 美国总统川普上月签署行政命令 下周日20日起禁止国内人士及企业 与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 及微信母公司腾讯交易 美国司法部周三16日表示 虽然美国将封杀微信 但该应用城市用户不会因而面临刑事或民事惩罚 早前有微信用户在加州三藩市地区法院 入禀寻求初步禁止令 禁止阻止川普政府禁止个人企业和组织在美国使用微信 指责川普的行政命令似乎会禁止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微信用户 使用这个华语社会最流行的社交平台 法院预定在周四17日就此举行聆讯 美国司法部周三提交文件回应 指商务部长罗斯没有计划针对只是下载微信 只用于传达个人或商务资讯的个人或组织 他们不会因而面临民事或行事的惩罚 但司法部补充 利用该应用城市做上述沟通用途 仍可能因针对其他交易的措施 直接或间接的受损 报导指罗斯将余下周日前公布法规 阐明什么微信交易将被禁止 设供谋向中国非法出口军用突击艇 美国华裔海军上尉妻子认罪 据东网报导 美国海军华裔上尉杨凡 设与妻子杨阳非法出口枪械 走私军用船只及引擎去中国 涉嫌泄密及从事违法活动 在美国被捕及遭到起诉 杨阳周二十五号 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联邦法院 承认共谋提交虚假出口资料等罪名 面临最高15年监禁 宣判日期暂时未定 司法部周三十六号表示 据于杰克逊维尔的三十四岁女子杨阳 被控合谋透过县联邦政府自动出口系统 提交虚假出口材料 以欺诈手段向中国出口海上战斗突击艇和引擎 以及试图通过欺诈手段向中国出口以上设备 触犯美国法律 认罪协议指出 杨阳是上海威风科技公司的雇员 按照其他共谋者的指示 试图从美国一家制造商 订购七艘引擎可使用多种燃料的海上战斗橡皮突击艇 司法部指出这种引擎的突击艇正被美军使用 可从潜艇上发射或被飞机空投到海上 中国目前不能生产类似引擎 该美国制造商曾向杨阳提议购买较便宜的汽油引擎突击艇 但她坚持原来决定 由于同事称美国制造商缴义向香港企业出售产品 杨阳曾谎称她的客户是香港联士微科技有限公司 以幼时制造商向她出售 她去年10月授查期间承认知道突击艇是为中国客户购买 同案另一名合谋者曾从杨阳购买军用船只的郑艳 上月13日已经承认共谋提交虚假出口资料的罪名 杨凡及经营上海威风科技公司的郑艳情妇葛松涛 定于明年2月1日受审 明年3月1日受审核购买军用船只的郑艳 明年3月3日受审核购买军用船只的郑艳